好 我們現場先來請教到 資深分析師蘇英廷跟我們討論 明天的關盤重點 坦克好 Qman好 大家午安 是 這個今天亞洲股市的拉回 當然是受到地緣政治的風險 逐漸的升高 加上美國股市的電子盤 盤後目前也是下跌 大概平均來講大概跌了0.5個百分比 所以怎麼做觀察 對 我們看到今天的話 其實早上一起床看到的新聞 就是飛彈飛過日本的上空 所以這個邏輯上是帶於說 台北股市是在一個 已經漲了一大段的位置上 在10500點的附近 震盪的時候遇到利空 就容易有一些調節的籌碼出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看到整個指數 可以說是因為整個地緣政治的風險 升高回撤五日線 這裡的話 拉回來 10500點 10500點附近震盪其實 並不是壞事 為什麼 因為剛剛Kevin提到 現在是8月底 9月上旬要公佈什麼8月的營收 所以這個區段 趁著旗子結算也好 摩台結算 趁著整個營收的空窗期 做一次籌碼的調整 不是壞事 為什麼 因為8月其實是一個關鍵 因為今天盤面上傳出來 蘋果9月12號要發布 新品發表會 今年沒有在市民禮堂 跑到蘋果自己的 Apple Park裡面的賈博斯館 所以這裡的話 新品上市其實營收拉貨 會從8月開始 所以這裡為什麼 我們來看幾個全資股像2330的台積電 還有像是在2317的鴻海 最近都呈現一個橫盤整理 為什麼 因為就在等 到底8月營收 9月公佈的時候 會不會有比較明顯的成長 如果有的話 其實營收的助攻 讓整個行情往上走的機會會比較大 否則在這邊先整理 調節籌碼 換手不是壞事 所以指數在回測的過程中 今天就變成個別股的輪動表現 其中第一個颶風襲擊美國德州 休斯頓那裡 然後我們看到整個油價的部分 也出現一些波動 因為汽油漲但是原油跌 這個邏輯裡面有一些原物料 就受到一些激勵 特別是在速化報價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這個油價是一部分干擾 是訊息面 是心理因素 是颶風 但是實質上 在第三季的話 大陸會開始出現一些拉貨 特別對於整個原物料的需求 所以這也能在速化報價上 就呈現一個走高 今天因為中石化要開這個法說 我們看到其實相關的跟SM相關的 像台本 國橋 因為整個需求回溫 報價走洋的結果 今天呈現一個相對強勢 另外的話中石化是做CPL 他是做什麼 他是做這個加工師的上游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盤面上 其實在加工師的股票 1444的利利 或者是像1447的利棚 都呈現一個加溫 其中因為利利先前傳出來說 他現在開始投入一個 相關的巨子材料的領域 巨子材料會用在Apple 年底要發表的 HomePod概念裡面 所以今天就看到利利的股價 曾經一個轉強 所以這邊還是一個速化 跟所謂的這個 仿仙輪動的格局 但其中我們要觀察的是 整個原物料 如果輪回來了這一棒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一個新的公式出現 因為我們跟大家提到過 鋼鐵是一組 然後整個速化跟紡織是一組 然後航空BBI貨運又是一組 紙類的話 但我發現今天紙類 其實在1904的陣容 陣容因為跟iPhone有關 所以會看到股價成一個加溫 所以這裡的話 各股的股價在輪動的過程中 原物料是不是要加溫 我們可以做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是No Flash 開始出現一個分歧 因為我們看到 旺宏今天還是一個大漲 鎖住漲停的格局 在針對旺宏 但是我們看K線上 你會發現 今天開始有一些量冒出來 雖然也沒有很大 還是鎖住 但是已經開始有人在做一個調節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昨天提到過 整個No Flash當然非常熱 但是產業熱不代表 股價能夠持續的熱下去 我們舉華邦電為例 昨天我們跟大家說過 我們跟大家說 現在它的股價淨值比來到逼近2 有沒有印象 應該有 就是逼近2 2是什麼水準 2是2000年到現在 17年過去 就是從剛剛出生念到高2 這17年的過程 它股價淨值比是最高的時候 就是最貴的時候 所以昨天如果那個時間點去切入 其實代表的是 你用很貴的一個價格 去佈局這個滑榜點 所以短線上今天震盪不會意外 那這邊要怎麼看 我們來看今天不管是華邦電 或金豪科都出現了一個震盪整理 我們要先觀察五日線 因為這一次它是仰攻 仰攻攻擊角度非常陡 這種仰攻 我們要先觀察什麼時候亮縮 守住五日線 如果五日線不守就看十日線 這兩個短天期的均線 通常是代表強勢股有沒有轉弱的訊號 沒有轉弱之前 我們要先看五日線 十日線 能不能守住相關的華邦電 跟金豪科 但今天整個中小面板 開始有加溫的現象 6116的彩晶 因為我們知道iPhone8 大家印象中最棒的功能 直接看就是全螢幕 全螢幕其實S8也是 Note8也是 未來的MAT10也是華為的 所以其實各個業者 都要推相關的大尺寸的面板 中小尺寸面板裡面的全螢幕 全螢幕裡面 其實一部分都用AMOLED 這是高階的 但是不會全部都用高階 所以彩晶就卡到這樣一個商機 但是我們衍生來看 不會只有面板 面板要不要驅動IC 要 驅動IC要不要封裝 要 所以我們來看今天的話 像6147的奇邦 今天也呈現一個拉一根紅棒 算是在後段 驅動IC封測的部分 所以發現在面板的部分 其實大面板 因為電視報價跟監視器的報價 跟NV面板的報價都平平 但是在中小尺寸面板的話 隨著報價8月份調高2% 這裡的話開始有一些擴散效應 不只是財經好 財經的供應鏈跟著好 另外的話整個iPhone 8 大家關注有很多的功能 像類載版 像充電的概念 然後今天的話 無線充電持續的轉強 其實這裡可以觀察 為什麼 因為iPhone 8 我們跟大家提到過 剛剛可能9月12號就要發布 裡面有幾個功能 大家可能耳熟能詳 第一個類載版 類載版其實邏輯是兩個 第一個就是把空間 PCB的空間變小 為什麼要變小 因為手機就這麼大 你要讓它待機的時間增加怎麼辦 電池增加 電池增加手機就這麼大的結果 怎麼辦 只要把主機板縮小 所以我們來看今天的話 電池增大像6121的星普 今天就呈現一個 整理很多天之後轉強 當然星普在這裡 是屬於一個跌聲之後的反彈 但是我們來把時間拉長 也是先前跌了一段之後 再做一個橫盤整理 最近有點反彈的意味 這也會隨著整個iPhone 8的出貨 會等於是有一個加溫 但是因為還有一些雜音 就是說明年的話 整個韓國電池業者 跟我們的競爭關係 這個要追蹤 但是今天除了走強之外 其實整個蘋果概念股的 新功能的一些個股 還是在輪動 像這個喬威 或像迅捷等等 這邊都重新一個轉強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現在本身就是在新功能之間的輪動 比較明顯 所以今天的話 拉回來的一些像PCB 或者是像這個類載版 像2313的滑通 今天又呈現一個量縮拉回 所以說其實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你會發現 它就是量縮拉回要去側五日線 所以這種過程 其實大家不一定要每天追逐強勢股 強勢股當然很好 持續的飆下去 像誰 像3406的浴金光 因為我們來看 其實有一部分的朋友們去放空 那真的很可惜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個過程 掌聲的過程之中 就算你要放空 你還是要有一些紀律的分配 什麼時間你要停損 或者是你要分批的往上佈空 這個部分要做觀察 只是說你看3D感測 浴金光也是先一個輪動 所以整個iPhone的新功能出來之後 我們要追蹤的是 有哪些新功能會延伸 最後的話像這個工業4.0 今天整理很多天之後 也開始轉強 像羅生或是星翰這種代理商 或本身在出相關產品的 或像河村等等 我們看到其實今天 都有一些轉強加溫的機箱 整個機器人的概念 其實是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特別是現在 隨著整個富美設廠 或者是大陸本身在做一些 自己的產業鏈 這些都是會用到 相關的工業機器人的部分 只是說這部分的營收貢獻 其實還沒有很明顯 如果我們看營收 其實個股的營收 或者是財報 並沒有非常的亮眼 所以這部分先是概念 後續什麼時候接到訂單 然後回饋到營收上 後續再做觀察 只是說這裡的話 還是一個輪動的格局 只是說原物料 開始有一點回溫的現象 這個部分明天有沒有續航 可以做給觀察